新手教學 然後想問今天我們多少人是第一次來 OK 好 假的假的假的 新手才會那麼早 對 我知道 那那個外國朋友需要翻譯嗎 如果需要翻譯的話可以幫他翻譯一下 你用中文他怎麼知道學不學 他說他聽得懂有點多 OK 好 所以呢 希望大家不要像現在這個黑人問候的樣子 但如果你試的話就記住不要紅髒 因為接下來是新手教學 然後大家都已經搶到票了 應該都很容易可以進入臨時正和的環境 所以首先來參加這邊記得第一件事情 就是來認真的吃東西 然後認真的吃東西就會產出專案會交到好朋友 那我們 我們待會提案完之後就有早餐可以吃了 那今天大家來這邊是來開放寫作 一起做一些專案 所以我們想要給大家一些基礎建設 就是你到底要從在網路上找你最旁邊那個人 這其實有點困難 講個秘訣 所以坐到位置的時候請確保三個要素 就是有電源有網路然後不要臨時 這個整個會議市面不能吃東西 要吃東西還要早館進去 那 對 如果要帶被子的話請該上杯蓋 那電源的話我們前面這邊有延長線 待會做專案的時候 除了這件事後還有別的間 然後大家可以拿電源線 那你只要 點了電源就可以找到大大 那再來是網路 網路設定的部分比較困難 所以這邊跟大家做非常快速的新手教學 你可以直接拿出你的電腦 你的手機用跟著這個步驟來一次 首先就找到專案研究院的guest 然後點這個進去之後呢 它上面有個帳號密碼 那你可以先往下去申請訪課帳號 或是你已經有i台灣或是 或者是學術單位有EDU ROM的帳號 可以直接登錄 然後申請帳號之後 你就可以輸入你的email 然後再直接連上網之後 再登錄去收驗證信 但有的時候其實你不需要收驗證信 可以用哪三個小時 所以大家會試試看 反正 但是你連到這個的時候 它會跟你說這個網站的憑證無效 或什麼之類 大概是過期的 就按繼續就可以繼續做 OK嗎 然後對 或是你送Windows驗證 這不是私人的線 那你就是繼續前往 不安全 但是還是繼續前往 然後 然後你會收到一個信 它會說點選尺度確認 然後點認證之後 可以去用一天的網路 那希望大家可以進到你的Wi-Fi 因為不然太多熱點的話 實在會不會互相干擾 不太方便 然後再來呢 就是今天在這邊發生的 所有的事情 到底會在哪呢 會在這個beta.hap.org.gdb 你背不起來的東西 但是呢 從這個網站 你就可以進去 那到hap.gdb.tw 大家記一下這個網址 我們今天是來hacking的 hap.gdb.tw 然後中間會有個 當期黑客送共筆 你就可以進到共筆 那這邊會有 呃 呃 今天的活動時間的資訊 還有整個提案的流程 還有你不是資訊人 你要怎麼提案 你要怎麼跳坑 所有你需要的資訊都在這裡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記得這個網址 然後找到當期黑客送共筆 你才不會 什麼旁邊的人都知道他要幹嘛 他怎麼知道的 為什麼沒有人講 其實都在網路上講 OK 左邊的相關資訊的目錄 那這邊是活動的內容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話 我們非常貼心的 黑客送出新者 可以幫大家在左下角這邊 找到你所需要的資訊 那如果你想要發起專案的話 我們待會 這個我想完 跟介紹完就聯繫之後 就會有個提案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來 你就想要提案 這邊有個 喔 左邊有個提案 流程 提案看這邊 那你就會進入提案 你就趕快登記你的時間 呃 跟你想要講什麼 那每個人就有三分鐘 那就會出現這邊 要提案看提案 然後趕快到右邊的空格去填 那你越晚填 就會必須要越找報告 通常是這樣 那如果想要進去上次的工作的話 你可以把之前專案的 Hitpad跟相關的 Google Doc 或者是 Driva Bagger 放到這裡來 那這是本次 HackFolder Hack.glin.tw 或是你用BetaHackFolder.R 然後是第二次五次的Hack送 然後 我們以前都會用在 G0V.hackpad.com這邊 大家現在還是可以繼續用 只是新的帳戶的話 只有附過帳號才能登進去 Facebook已經登不進去 然後由於HackFolder 7月16號就要收起來了 所以 呃 對 那我們現在 這是另外一個專案 是 Ronnie這邊會寫住 我們在努力把GINB HackFolder上的東西 轉到HackFolder.TW 所以如果這邊有任何人 有自己的HackFolder 想要轉移的話 可以跟Ronnie去找 跟他聯絡 那像HackFolder不能用的話 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那 呃 有個台灣工程師自製的 HackMD.io 或是DropboxPaper 跟Google.com 我們希望大家 在大會小組討論的時候 都可以把討論的東西 公開的記錄在網路上 然後 分享在剛剛那個提案 的Google Street裡面 這樣憋住的人 才知道你是在做什麼 那還在HackMD推廣一下 不要看到它是黑色底的 就覺得你不會用 實際上你還是會用 它只是黑色底而已 OK嗎 如果你不會寫成實話 不要騙你 可以找一個人問你 或是到新手教學 找到基本理法 那如果你覺得 現場好安靜 我說要幫忙 或是我剛剛講的那些事情 你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怎麼辦 上這個 Slack S-L-A-C-K 請大家注意一下 Slack 那加的方法就是 JoinJillionV.today 不是JoinJillionV.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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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自己邀請自己 加入Slack群組 那如果你不懂的話 我們今天剛好有四個人 穿著那個粉紅色T恤 就代表我們是 JillionV.today JillionV.today 你可以來問我們 對你 你穿了就沒辦法 就是可以來問我們 或待會有人會穿紅色的背心 你不知道怎麼找 剛做事上唱出的事情 都可以來問我們 那就可以這樣加入 加入之後 有一個JillionV.today 討論群組 你就來這邊發問說 我想要給我什麼專案 我想要提案怎麼辦 或是有其他更多的channel 你有喜歡的話 你可以加入 然後樹女說明就是呢 今天大家都是來跳坑的 坑就是需要處理的工作 那通常我們坑可能會說 待會上來提案的時候 你可以說 我今天是要整理網站的資料 我今天是要畫設計圖 我今天是要做資料庫 讓別人明確知道你要幹嘛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挖坑推坑填坑 就是坑坑坑坑坑坑 到處都是坑 那也可以到 阿森GillionV.today 去剪過去的專案繼續做 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想法的話 那這邊有個數語是 家家 家家就是說 喔太棒了 對 所以感謝這份 Callpoint之前是 語商做的 所以語商家家 那如果你不是資訊人的話 這邊有 GillionV.today 肥資訊人參與指南 是一把寫的 然後外面有技能貼紙 你可以自己貼在自己的名牌上 或者是 你自己寫你會的東西 如果你會的東西實在太特別了 這邊沒有的話 一把在家 還有資料在家 所以如果兩個月 你會加財資料都能不及的話 GillionV.today是個去裝新化的 你可以自己發行 你自己想要專案 你想要辦什麼樣的黑客松 比如說炸集黑客松 或龍蝦黑客松之類的 都可以 然後這邊有其他的松 歡迎大家可以參加 那如果自己願意的話 也可以自己揪一團 自己的黑客松一起開 那當然就是可能有很多疑問 所以歡迎提問 歡迎搭訕 然後開放鞋就對 那社群討論事情的態度就是 就是盡量提出正面的意見 然後很歡樂 然後討論是誰 然後別人問說你想要做什麼 你就去回答 然後說我們可以幫忙做什麼東西 那ReleaseEarly ReleaseOften 很醜還是要丟出來 因為很醜就會有人看不下去 就會幫你做掉 基本上是這樣 那就是GillionV.today 主要名是 不要問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先承認你就是沒有人 好 祝願沒有人有坑路 坑坑有人路 好 謝謝大家 謝謝